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陛下 这是我的二郎 姨艾 朕见过他 陛下 魏王编撰阔地志 我在魏王的文学馆辅助魏王 好 好啊 夏令啊 他们这一代是文质的一代 是 是 好 好好的辅助魏王听见了吧 是 夏令 你这两个儿子娶亲了吗 正在给大郎遗旨定亲 这女家是谁啊 是长安的卢家 不太容易啊 什么 在长安还有你不容易的事 这儿 这卢家是大姓啊 什么大姓不大姓 这样 朕把女儿嫁给你大郎 太好了陛下 我不要什么高阳公主 放肆 那皇族的公主 哪个伺候得了啊 人不是说了吗 世上两件难事 陪太子读书 做公主驸马 我不想委屈自己 你呀 给你名字里起的遗旨的侄子 还真做到了 你可别耽误了自己呀 耽误就耽误吧 碰到公主 宁可耽误 你可真让我为难哪 父亲 遗爱不是拼命往魏王府钻吗 您叫她娶了魏王的妹妹算了 看 这倒是 好 好 陛下 武德律规定 兄弟不住在一起 那么 凶祸地有了好处 互相并不得已 可是 凶祸地有一方谋反 互相连坐 兜处死刑 而祖辈和孙辈 有一方谋反 另一方只是发配流放 以礼法来论其中的情理 所以 说不过去呀 所以 真官律 祖与孙 兄与弟 因为连坐 而该处死刑的 都改为发配苦意 这好啊 又和礼质 又和情理 好 改得好 啊 比如这刑账 规定 大头为三分二理 小头为二分二理 这吃账 大头为二分 小头呢 为一分半 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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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删改了武德以来 已经形成律法的赤和令 只留了七百条 七百条 是 这么说 朕也不能发出 这七百条以外的赤令 是这样 所以陛下要小心哪 请燕扶牌 请燕人术扶牌著名两人 走吧 走吧 找到一人 快点 走 请燕扶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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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世有这样的女儿 五三已满吗 五大人贞观九年去世 今年正满三年 那明呢 字呢 明曰 字 明空 字明空 你母亲信佛 才会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吧 是啊 先眼神吧 五世女起身 现在魏王情势很好 口口相传 人人介绍 投奔到他们下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 可人多 难免会是乌合之众啊 晋阳起兵之后 我为陛下网罗天下才俊 虽不比孟长时刻三千 总也有百人之数 武德之后 尤其是贞观年来 建成栋梁 魏王也是这样的格局吗 与大天下相比 现在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 难也就难在这里 太平年间 人才是不同的 谁与权势接近 财俊之事就会趋之若物 不用苦苦寻找 其实天下人都知道 天下人都知道 知道什么 陛下宠爱魏王 胜过东宫啊 是啊 魏王要修转扩地制 陛下就资助良多 自然养得起修转的人才 可 可魏王不仅仅是魏王啊 魏王他还是左五位大将军 雍州牧 就连京城都归他管哪 这可是所有的亲王 都比不了的 这就好像父亲给我讲的 当初的秦王吧 您看看 这就是水到渠成啊 魏王成为太子 不是再明显也不过的事情吗 魏王也这么想吗 是陛下也这么想的 说得通也看得出来 不过 魏必真的就如此 魏王府不是东宫 一爱 你身在魏王府 言行语举可千万要小心哪 是 父亲 我明白 你从哪儿来啊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从哪儿来说 你怎麼樣 VMware 你怎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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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你过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太子 太子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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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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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品以上的朝臣在路上遇到魏王 都要下车致敬 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你们这些人哪 重贵了 有了些地位 就敢轻视朕的儿子是吧 我记得从前就议论过三品与朱亲王的礼仪 现在又来了 我还是以为 朱亲王的地位 低于三宫 而与三品平等 三品都是九星八座 要他们遇到亲王下车至今 实在是很不适当 生死的事情很难预料 太子 是 你读书的时间到了吧 是 去吧 去读书吧 这没你事 是 你们都听着 万一太子有个不幸 谁能保证 接位的人 不是你们的主人呢 你们还要轻视太子吗 周朝以来 李的规定 总是儿子继承父亲的皇位 父亲的兄弟 儿子的兄弟 都不可以继承皇位 这么做的道理 是要断绝血缘旁系的企图 事情也就简单了 因为就断绝了祸乱的原本 作为君王的人 要深深引以为戒啊 你是说 玄武门的事吗 陛下常常反复告诫我们说 有话要直说 玄武门的事情 已经过去十二年了 所幸陛下是个明君 陛下难道希望 大唐世世代代都有一次 玄武门吗 陛下如果明白的话 应该是从十二年前以后 就立下合乎理智的继位规定 也就是永远是长子的长子的长子 这不是很简单吗 这不是根除了世世代代的祸乱吗 两次议论三品于亲王的礼 陈以为不可以再有第三次了 因为他总是引诱君王对理智的偏废 前几天哪 有些人给朕上奏 说是要把朕的文章编成集 报 陛下怎么回答 朕说如果朕的主张和见解有异于人 自然会有史书记录下来 成为不朽 如果是扰乱朝政 殃害民众 即便是编成了几义有什么用 还不是后人的笑柄吗 好 尚书又成 卫大人都点头了 说明朕终于做对了一次 陛下是进步了 灌门 下抄了 你们商量我们怎么玩 玩什么 就是玩什么 都玩过了 就是玩什么 快点想了 你想啊 快想 你想不出来玩什么呀这些 都玩变了 殿下 殿下 太师太傅都没去拜 明天他们又会在陛下那搬弄口舌了 扫我姓啊 去 我去拜 我很快就回来 回来之前 你们一定要想好玩什么 不然我就抽你们 好好想啊 太子殿下 我今天的功课要晚一点做 如果没有更重要的事情 还是把功课做了吧 做太子的时候 养成拖拉的习惯 将来成为一国之君 很多政事 就兴许给耽误了 我今天一定会把功课做完的 不耽误 明天早上交给你就是了 我今天没有听说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何不现在 就把功课做了呢 我今天脚不舒服 脚不舒服的话 功课也做不好 我想让御医来看一看脚 等看好了之后再做也不值 那就赶快把御医请来吧 我刚刚退朝 要洗一洗 不然的话 等御医来了 不是很方便 那就尽快处理吧 总之 你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是做功课 你放心吧 你可以下去了 听说陛下要把高杨公主 嫁给你家的大郎遗旨 是是是 陛下对旧臣一向是另眼看待 不过 不过我家大郎遗旨 他不敢迎娶高杨公主啊 为什么 皇族的公主 小辈们哪 她很难伺候周到 好 那没办法 打天下的第二代嘛 不过 二郎遗爱倒有这意思 你家的儿子们 对陛下的女儿 太随便了吧 不不不不 大人 请您在陛下身边 帮我说一说 可以吗 也对啊 我听说二郎 跟魏王很亲近 他们一直在一起编书 陛下 是很看重这部书的 请 你看啊 这个魏王府 礼部尚书王规 皇门侍郎为挺 中氏御史 崔仁师 忠书侍郎 陈文本 还有公部尚书 杜楚客 再加上你们家的 攒旗 常侍 防疫案 一个亲王 辅助大臣的规格 是东宫的规格 我们再看东宫 你 左蒲燕 做太子公詹氏 吉士忠 张玄肃 做太子公少师 吉士忠 杜正伦 做太子公的右数子 中书侍郎 做太子公的左数子 再加上杜如慧的儿子 驸马都尉杜和 侯军吉的女婿 东宫千牛 赫兰楚十 东宫除了你 是左仆业 当然 朝廷那么多事物繁杂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 顾及东宫的事 那么东宫剩下的 人 没有多大的权力 是啊 东宫的规格 确实是不如魏王府 陛下亲向魏王 那力量消长 是很明显的 也难怪朝爷议论哪 左仆业 你要转而倾向魏王府 实在是很难说呀 陛下命你辅助好太子 你不可以犹豫啊 自从 上次陛下处罚之后 我也要掂量掂量了 你要是不真心辅助好太子 那还要受处罚 朝廷上 这大家都知道 陛下 陛下有废太子之心哪 坐谱太子 坐谱 你如果真心地辅佐好太子 我就替你劝陛下把高杨公主 许配给你家二郎 我们说话算话 就不错 好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啊 这两天老天到外边有鼓吹声 百姓有什么事吗 陛下 现在是嫁娶的时候 长安城里 百姓娶亲得很多呀 天下太平了 嫁娶的事就多了 也就热闹了 真是好事呀 你们两个都有儿子 先令不用说了 我已经答应把高杨公主 嫁给你的二郎了 是啊 现在就生大郎了 大郎 移植对吧 对 打洛阳的时候 还很小吧 是是是 这孩子 个子一直不高 容易被人以为 以为岁数不大 个子不高 那媳妇呢 不能超过大郎吧 不合适吧 还好 还好 终于拼下了 还是那个卢家 是 好 大姓 我记得 魏征啊 当年劝引太子 结交山东 后来又劝我结交山东 结交山东 就是结交这些大姓 没有办法 改双换代 大姓不改 是啊 像我这样还是出身的人 要靠于大姓结亲 才能被人看得起哦 我不是已经答应 把高杨 把高杨公主 嫁给你二郎吗 是是是 还有人敢看不起你吗 还 与陛下结亲 求之不得 可是 这话不是这样说的 这大姓人家 几朝几代以前就是显贵 香火绵延 有着自己的家族传统 虽说 家到中落 可 可还是看不起 我们这些 白手起家的人 你虽我打天下 现在得了天下 还有人敢瞧不起你 叫人看得起 不是因为你的功劳 而是因为你的亲家 真是多多怪事 魏征啊 你不是也是这样吗 嗯 我看这事这样处理也挺好的 哎呀 这个跟无关 就是 我想了 所以我打天下的 看来还是韩世多呀 获得了天下 现在 却不能给这些功臣虚名 只能给他们实力 魏征 你怎么看 嗯 嗯 嗯 普天之下 莫非王徒 可天下百姓 却非帝王所专属啊 所以 为臣的 只能自取虚名了 我可以赐秀 嗯 陛下赐姓可从今日时 已有的姓 却非陛下所能赐的 尤其是望族大姓 不可奈何呀 我可奈何呀 哎 哎 哎 说起来也真是难哪 这去大姓女 比作驸马还不容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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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不是当朝大臣 只是一介读书寒事 给儿子娶亲呢 可能倒容易了 本来是喜事 躲起来 坐起来 其实是个苦事啊 说出去 叫人笑话呀 哎 哎 哎 我们只好自行下朝吧 请 哦 哦 请 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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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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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天下 敬礼 那房玄陵的儿子房依侄 我是见过的 人呢长得还算不错 可是这习气呀很不好 见我的时候啊 他那手啊 时不时地在搬弄自己的脚 这给他水喝吧 他就用搬脚的手拿起来就喝呀 他父亲是当今的第一宰相 炙手可热呀 想不到他的儿子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呀 从儿子就看到了他的老子 怕是房玄陵大概手脚也没什么顾忌吧 所以我觉得和房玄陵的这门亲事啊 不妨先放一放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当朝官员来提亲呢 卢老爷 卢老爷要照你这么挑怕真是难了 房玄陵的儿子你都看不上 大概就只剩下皇家的人叫你挑了吧 这房玄陵是有实权 可是他出身韩氏 韩氏啊 韩氏啊 我们卢家根本就不考虑 你们就算计吧 我要是有一天死了 不知道你们还算计什么 小姐急了 大姓人家的人 在急也不能喊哪 科举出什么问题了 阿婆 前朝制定科举本朝延用 那么今年的主考官呢 要议一下 议定之后 还须陛下下诏 你的意思是谁啊 我以为 倒不一定非患不可 陛下 臣以为不合适 应用去年的主考官 不可以吗 去年 就有人说主考官不是妄族大姓 今年还是换换人吧 历朝都是大姓人做官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新科举以后 考上就可以做官 来应试的大小都算儒生 主考官非大姓者不足以服人哪 去年 河北 江州几个地方 不是就有应试的考生 不满主考人出身低微 而联名上书的吗 陛下 臣有意 陛下 臣有意 这件事情 不要在这儿意 下去再说 是 你 应该是渤海大姓 历代做官 可是 在山东 河北 姓高的却不是大姓 怎么回事 山东 王崔庐里正为大 过江 王谢元宵为大 东南 朱章故路为大 关中 围培 柳须阳渡为大 戴北 元 长孙 渝文 渝路 元斗为大 原来是朕搞错了 这杏高 杏高的还不是大象 那如果朕让你编士族制的话 你会重意 主考官的问题吗 陛下照令 就不会有麻烦 陛下 我看这样 吏部尚书高氏连 对山东大姓熟悉 皇门侍郎围挺呢 对关中的大姓熟悉 忠书侍郎 陈文本 对江南大姓熟悉 吏部侍郎令狐得分 对江北的大姓熟悉 臣建议 围挺 陈文本令狐得分 协助高氏连 编写大唐士族制 这是最合使不过的了 历代的士族制 讲的是门阀大族 我们大唐的士族制 要把所有的姓氏 都编进去 哎呀 哎 哎 哎呀 你看 晒得慌 来人 在 挡上挡上 是 拿不住七十万 就得借呗 儿子 你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见过 王家的女儿吗 他们家规矩太大 下聘礼之前 是不可能见到的 这王家虽然是山东的大刑 可家道破落也快有七十年了 这聘礼要到七十万 咱们家怎么说 也是朝廷命官呢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没有七十万就娶不到王家的闺女 我出身贫寒 天下大乱 跑来跑去 大起大落 好 现在总算又归宿了 可说起来 到底还是韩氏出身呢 山东王姓是大姓 魏晋历朝历代 南北各朝都做大官 也就是因为他是个大姓嘛 我选来选去 选中王家 也就是因为王家这个王啊 七十万呢 一百七十万都得拿出来 拿不出来就结不上王家这个亲呢 这山东的五大姓中 每一家都是这样的价钱吗 我打听过来 这还是最低价呢 如果找崔家 那要咱们半个长安城 朝廷的意思 我已经跟你们说明白了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陈寅 可以跟我说 冰大人 不知我们贾姓 在这次稀修的士族制中 可以列为第几等啊 你们 你们是历朝的第几等啊 我不告诉你是第几等 你不告诉我几等 那你肯定不是一等 去 而且 我知道 一等姓里根本没有姓贾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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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是杨女的姜 也就是姜太公的姜 不如大家都给我们那个姜姓 说起来祖上也是有名头的嘛 虽说你姓姜 可你们家祖上跟姜太公 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姓你那姜 还不如姓水公姜呢 要我说呀 咱们找一个世上姓最多的 也生不了等的 这样呢 大家还可以做点事 是是是 好 好 好 这很麻烦吧 这个人 这个牌子有说过的 不是这么说过的 不是这么牌子 你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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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这个是 我听不懂对的 哎呀 这应该牌子前面 这讲道理 这个怎么没有这样牌的 牌子这 不许这么牌子 这 算是 那是最好 行啊 不行不行 我觉得绝对 好席都不对 哎呀 真是的 停一下 停一下 士族制宗旨 我已经说过两遍了 诸位都是补蝶家 熟悉各大姓的传承一叙 有些事 你们不需要太认真 把认真 放在高门大姓上 陛下的意思 那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陛下 那天说得很清楚了 那我觉得 就是我们没有听清楚 你没听清楚 我可是听清楚了 我听清楚了 就证明陛下说清楚了 怎么会有 没说清楚 可听清楚了的事呢 有些话就像读书 看起来规规矩矩 实际上 如果当面听古人说 可能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了 那天陛下讲的时候 看陛下的脸色 我觉得陛下的意思 是要重新修订 姓氏的等级 我和你一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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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话说